为了因应教育部108年新科纲中新增的新著名语教学 在社会局的辅导下担任母语讲师的新著名姐妹 自创具有文化特色的桌游 让学童透过游戏互动轻松学习越南语 认识当地民族文化 让母语教学更接地气 翻开牌卡 最快用越南语喊出正确数字和美食的人就算顺利 改变刺激的心脏病游戏 融入一国美食的这款桌游 是在社会局辅导下的珍爱天使耳少关怀协会 培立的新著名母语讲师 自创的文化桌游 去学校教越南语的那些姐妹 然后我们在想说我们要怎么想 怎么想办法 可以用越南 可以教越南又可以玩游戏 而且又是小朋友很熟悉的游戏 对对所以一些想想说 那可能用那个把不可牌里面的图案啊把它拿掉 它改成越南的景点啊或是越南的美食啊 给小朋友认识越南的那个文化 舞的那个越南语叫做囊 它这个菜是月亮虾饼 然后酒是琴 它的那个菜是生春卷 有趣的桌游让小朋友轻松认识越南的特色美食及知名景点 还带上斗笠跳起当地舞蹈 教育部108年行课纲中新增新著名与教学 而高雄的新著名就有6万多名是全台第二多 如何推广多元文化桌游就此诞生 社会局在新著名姐妹的人才赔礼上 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功夫 那像我们从6月开始 我们赔礼我们有8个团体的新著名姐妹 那他们从他们自己本身的长才开始发展 那有些是舞蹈的 有一些是美食的 那有一些是桌游啦等等 那透过他们这样子一个方式 然后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深度的美丽 像刚刚有一位孩子 他刚开始呢 因为比较缺乏自信心 所以他就说他不想参加 因为他很怕挫折 但是当他看到孩子们这样子 在桌游里面进行的当中 他就大概过了5分钟 他就慢慢的自己也投入了这样子的活动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呢 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 然后呢可以让他们呢 对这个越南的文化有更深的体认 历史两个月完成了桌游 从东南亚文化经验出发 新住民老师就互动游戏 让母语教学更接地气 上下抓根推广多元文化 你早你好 我爱来 港度新闻张世民夏小新 采访报导 描述